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复苏 就是很直观的让我 就是有一次 对这个地方 我觉得 真的是现在是环境变好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 还日出去了 惊呆了这 摊子上是一样 然后呢山梁上是一样 山梁后面的山梁上也是一样 山梁后面最远的远处的山梁 都是一样 我保守估计三万人是 我叫秋黑扎西 是可可欺利 庄南湖保护镇的镇长 正是到可可欺利是18岁 那个时候几乎可可欺利 可以成就一个山梁管理区 因为真的是路途太一样 而且那个时候交通不变 所以说你那个时候想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或者说是很好的这种保护措施 不可能 十年前到时候 它是一个堕裂猖狂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案件 我们九个人压了五十多个人出来的 你害怕没用那事 那是在无人区啊 就只有把这个两个犯罪盘活的头目 压在我们的这个帐篷里面 我们九个人围着这两个人 我们就是把这个堵住就压在这两个人身上 我们想着这些人至少是他的雇佣的人 我拿着一个八一缸 放里面只能装三十八字缸 装完了上了汤 我抱着枪睡觉 二十几年前 我们是背着枪开着车 在科夫西里巡逻 上一次我们去巡山 我们四台车从山里面出来 上到公共上面四台车全部都包废了 一台车的传统轴掉下来了 一台车的古炉掉下来了 真的就是跟这个死生 基本上擦肩而过 冰天雪地 大水封山你怎么样 这二十多年的这种巡山这种意念 巡山队员 基本上大家都有一身的管理 现在你看像这种高科技的手段 无人机的侦查 卫星的投入 摇杆的这种使用 可能多方面 多渠道去投入这个地方的这种保护的模式 或者是保护的措施 这两年呢 达到了这个四万只左右的灶灵 在一起产灾 这是很壮观的 当时我说 哎呀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 真的是这个有了这个成效 现在的这个可可心里 真正成为了这个野生动物植物的天堂 改革开放啊 四十年来 这个保护的成效来非常的明显 野生动物迅速的增加了复量 我们只不得该动大大的提升 我们下日不晚 把三江原去日 山之中 匪之远 云间之净土 动武之王国 我们名副其实之 把它变为现实 中文字幕开放 中文字幕 tryin之后